大家好,我們來看今天的趙孟甫 每日一字,載 莊載,車載,千載,南縫的載 或者唸成載 左邊比較密 尤其下面有一個車 所以車呢,就寫的要寫小,輕一點 上面這個石 在這橫畫,這個石大概都寫比較大,比較重 大概,凱書 然後再一個歌 寫過,是字的難點 整個字左邊叫對齊 串成,這是凱書要留意的地方 那我們來看一下帶一點點行書味道進來 我拉一下 帶行書的流暢度 車,也一樣 流動性把它帶出來 好 然後呢,這裡不一定要連貫 可以重新起筆 因為我們這還算是 稍微有點凱書的 為大化行凱 不一定從頭都要連到尾 有時候太牽強 也不需要 我們來看趙孟甫 他把車,這裡面 做一個省略 那他沒有做對等期 他做一些跌宕 我們來注意他的結構 那 有一個,有一個造型 線條有弧度 好 車,要注意稍微偏右 好 轉一圈,直接下來 好,這裡 整個字 已經稍微往右傾斜 然後這一弧度 好 然後這兩點呢,它是這樣子點的 當然可以 要這樣繞也行 所以這有兩種 它都有 不一定都是這麼寫 好,那我們呢 再來看一下 增加 除了像他這樣寫的以外 我們剛剛講的 如果這樣講 可以啦 我們就不再去書寫了 因為還蠻多種寫法的 底下這個車 我們做更大的省略 好,開始進入到有點 草 但是筆順就不一樣了 只要接近草書 大部分都會這樣寫 哥布 很多字都是這樣 像成功的沉睡來 這都類似這樣 帶也是一樣 那 大家看這樣子寫 這裡,直接一筆過來 拉過來 等於這個 這樣連續動作 在這裡完成 那至於要不要這一點 都有 要點不點都可以 那我們再來繼續看 左下角這個 東在這裡 這個角色呢 其實就是在進入到草書 就是有一個東西在這裡 因為最重要要分辨 寨是這一個 那它這個字 除了跟帶會混淆 其他不容易 不多啦 除了那個還有 還有幾個雞 金雞的雞 金城的那個田 主地 然後呢 我們來 但是呢 這裡這東 就可以做更大的省略 首先第一個省略 會省略成一個 紙 額紙的紙 好 好 然後當然東的草書呢 有時候是會斷掉的 是這樣 也可以 所以我們 可以做蠻多種 搭配的 這樣 好 一般呢 是直接寫成紙 好 要不要點 都可以 都有齁 比如說我現在點一下 點什麼位置 當然就看 紙 哪邊比較 輕 比較虛 或者呢 更簡單一點 不寫這個橫畫的 直接寫 千 也有 好 我拉長一點 拉下來 直接寫一個千 這樣 這不點啊 這是拉紙的 比較直一些 再來 繼續看 然後呢 再繼續省略 就是上面這個石 也掃一畫 直接橫畫就好了 好 也是常看到的 這樣子 好 我拉長一點 然後這裡空間大 所以我的紙就寫大一點 點 或者 有 像剛剛 這兩種都可以變成鉛 反正這兩種組合都有 這樣 要點不點 都行 大家留意一下 琴 D 嘢